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漫长 然后艰难 但是也非常有趣 我们也收获巨大的一个过程 您在现场需要统筹900套衣服 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系统工程 因为我们看到了开场的舞者李倩 他那件衣服真的非常美 有4米多长 将近5米对不对 5米左右吧 为什么会考虑那个颜色 在国际上叫turquoise 青绿色 您会怎么形容 其实有一个中国的传统颜色叫水天壁 那么我们实际上第一是跟导演组的创意 是它是作为整个篇章的一个 就像是一个影子 由它来展开这种大好河山的 这样的一个徐徐的画卷 所以演出现场 它一点点往前走 然后那个水波纹 然后再荡漾 同时展开了一个很古老的 一个中国画的一个画卷 李倩还有点冷峻的这种感觉 它的气质非常的独特 很好的能代表中国的精气神 是的 是的 我觉得李倩真的 他很像一个 就是一个仙子 就是他很有仙气 我个人的感觉 因为他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 这个古典舞蹈艺术家 那么他的这种身段 然后他的功力 尤其是他一个人要这个 带着这么大一件裙子 他很不容易 真的很棒 刘老师 我们知道您会从宋代的诗词 歌赋 从宋代的书画当中获取一些灵感 被这次亚运专门的做一些准备 那您怎么做到 忠于宋代的那些艺术服饰的这种原貌 同时兼具现代感 那种与时俱进的这些特色 让当代的中国人 让全世界的这些年轻人能接受呢 宋代美学其中一个核心的一个美学要素 就是它的这种极致的这种雅 它既要很简约 它又要非常的这种雅致 它非常精微细腻 平静 这种祥和的这样的一种美学风格 跟这种非常宏大的场面 非常这种远距离的观看 其实它是有冲突的 所以我们的导演组一直 为什么说这方案来回改 就是这个 打磨 对 打磨 它就找到这种感觉 找到一个平衡 它既有视觉很好的 这种大型演出的这种视觉感 同时又一定要保留住 我们说我们这个送运的 这样的一个美美的这种风格 最后的这个结果还满意吗 对 当然 我觉得所有的这个设计表达 一定是基于设计师 或者说我们整个这个设计团队 那么对这样的一个美学精神的 一个深刻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和理解 那么我们才能通过我们的画的这个效果图 到我们使用的每一个色彩 每一个线条 每一个造型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把它完整地呈现出来 谢谢